大家好 我是甘鈴 雖然我穿成這樣 但今天其實我不是要去看棚購 純粹是因為我在香港帶了這套衣服回來 這套我在exchange的時候買的衣服回來 就穿了 今天的主題就是一個我想分享很久的題目 就是韓劇 沒讀錯嘛 是韓劇嘛 那個標題真的不是誇張 沒有這些韓劇可能真的沒有今天的我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看劇的人 我記得九把都說過他大學的時候 是一套戲接著一套戲不斷地看戲的 而我就是一套劇接著一套劇不停地看劇 如果有人是第一次看我的頻道的話 我簡單地介紹一下自己 我就是去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和韓國研究 想知道我是怎麼開始學韓文 和在哪裡學韓文 可以看20個Facts About Me 我一直都好像沒有深入地說 究竟有哪些韓劇是最影響我的 所以這次我就是特意開一個韓劇的主題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只講一集 因為我真的看過實在太多的韓劇了 如果只要講第一部看過的韓劇 我想很多90後都是在電視那裡看過 什麼大長金啊 浪漫滿屋那些的 但是我就不記得了哪一套先了 所以我就純粹想說 我第一套主動找來看的韓劇 我想應該是看完浪漫滿屋之後 這麼多韓國人裡面只懂得Ring一個 所以那時候上網主動找了一套 叫做《者該死的愛》的劇來看的 那時候真的太小了 竟然看這麼深奧 而且是悲劇結局的韓劇 那一套的印象就是很沉重 是一個悲劇來的 但是這套韓劇是沒有讓我喜歡韓國的文化的 只是很記得到現在都很記得 劇裡面有一個好像是Ring在亨的旋律 是不是聽到都覺得很悲慘 我到現在都很記得這套劇裡面的這個音樂 可能因為小時候的記憶力特別好 所以可能那時候看過的電影和劇都會很記得 那究竟是哪一套韓劇 令我瘋狂的喜歡韓國的文化 也改變了我的一生呢 其實現在說出來也覺得有點好笑 因為真的是一套偶像劇 現在的大家一定會覺得哪有這麼誇張啊 因為一套小品的劇 你會瘋狂的喜歡韓國 但是真的因為這套劇的就是 我的女友是九味湖 沒錯啦 就是這套劇 所以我喜歡了李星基 而因為喜歡了李星基 我就開始看很多他做的劇 他做的綜藝 也因為我看了兩天一夜 又成為了兩天一夜的fans 也促成了我第一次出發去韓國 去送禮物給兩天一夜的pd 真的成功送給他們的pd 因為那時候香港很少人會喜歡看那套兩天一夜的 又要再說了 那時候還是姜虎冬 李星基 MC夢 金絲 李秀根 那個年代的 就是因為這套劇我調入了韓國的船窩 愛都跌入船窩 將錯就錯關 所以我想應該接著九味湖之後看的劇 就是 燦爛的遺產 這一套劇在韓國本地 是創造了修士的佳跡 我不知道在香港算不算出名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有些長輩說看過這一套劇 而我也很喜歡很喜歡這套劇 雖然他每一次說那些家族鬥爭的東西 我全部都飛了 我其實看這些劇 都飛了家族鬥爭的環節 因為真的很悶 昨天一直在記錄下 究竟我看完燦爛的遺產之後 有哪一套劇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的 我現在記得的就是 秘密花園 這套劇我也是很喜歡很喜歡看的 通常喜歡看完一套劇 我那天的Lunch 或者P課堂 熱緊身的時候 都一定會跟身邊的朋友說的 我記得這套劇 也是那時候大家非常喜歡看的一套韓劇 但是我到現在都不是很喜歡那個女主角 我純粹是覺得那套劇很棒 秘密花園之後呢 有一套我到現在都覺得超級超級喜歡的一套劇 其實這套劇也是一個小品 我其實比較喜歡看現代的劇 多過我喜歡看古裝的劇 但是這一套是唯一一套穿越的劇 而我是覺得真的非常非常之好看 是感動到骨鼻那種的 最後這一套劇呢 就是今年將要結婚的 朴友天主演的 這套劇呢 其實算是輕鬆喜劇來的 我很記得那時候 因為我真的很蠢的 經常看這些劇 我明明看了很多這些劇 如果他真的寫得很好的話 我真的猜不到他會說什麼的 但是那時候呢 我是很心急知道後面的劇情 所以我是去百度那裡看網民說什麼 我那時候真的超級驚訝 就覺得他編排得很慎密 愛情的線又好看 鋪排又很好看 然後呢 到最後呢 最骨鼻的地方呢 因為他是有分現代和古代的 現代呢 其實算是一個happy ending 古代呢 朴友天就只剩下他自己一個嘛 那編劇呢 最後講了一句 唉 好想哭啊 最後的編劇呢 講了一句是說 為什麼他要寫這部劇出來呢 是想跟他的老婆說 無論過了多少百年之後 都會一樣那麼愛他 你看這個劇情呢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這一句是有這麼震撼 其實他只是一個小品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看的 那這套《屋塔房黃細紙》 應該就是我入大學的時候 開始看的 因為它是2014年的3月 但我想想一下 2014年的3月4月 我應該在考DSE 我沒理由在看韓劇的嘛 所以我想來想去 我想應該就是我暑假 或者是我入大學的時候看的 而童年呢 也有一部對我很大影響的韓劇 就是 《請回答1997》 雖然應該是《請回答1997》出先的 但是那時候我是沒有第一時間看這套劇 我記得就是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都有看過《想你》的 其實應該不是最最最最喜歡 因為它的另一個系列 我也很喜歡的 近年它的《請回答1988》 我也是超級喜歡的 兩套來說我都難以取捨 1988是再溫情一點的 但是1997是講成長和青春多一點的 所以其實我兩套都很喜歡看 但是1997怎麼影響我呢? 就是我去到大學二年級 韓文的課裡面有一個project呢 就是你一組要選一套劇 演大概三四分鐘左右 那你大概選一個情節出來 有起乘轉合 完成一部迷你的韓劇作品 那我們那組呢就選了1997了 那時候呢 其實我的韓文呢 真的非常之差的 比起我其他同學 那我們就抽籤選擇做哪一個角色 一來我喜歡做戲 所以我想做C1可以多做一些戲 但是呢 我是一來很擔心自己 講不講到這麼多對白 結果呢 竟然是抽中了做C1 第一次在大學拍的美劇場 就是《請回答1997》 我好像還有那條片的 可以去片看看 好願一個貼心 然後當中的靈體 對殆在心理 你一發歌 《會總rás的音樂》 我為人愛你 我為人愛你 23歳 股神氣 腹地管 肺動想會有靈體 那你一首饕音樂 我為人愛你 我現在去Plan 平靈的音樂 啊 正中人,你拍照一下 什么呢 今天我的名字是金三十一 你就直接看 我自己拍摄了 最后是超大了 真的吗 快快快快快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 有兹子 要你拿这 这个 真好 太好了 哪里边穿了什么呢 重答 那时韩文实在差 说iussell 去到XChange的时候 我最记得我看了一套韩剧 看到我是立刻去了韩剧的景点 那套就叫做 为什么会我看这一套呢 其实是我们当时XChange 参加很多活动 認識了一個東國大學的奧巴 那個奧巴也挺帥的 但我們只是見過一次而已 我記得那時候聊天 就看到她手機Cacao Talk的背景是韓可怒 看到Wallpaper就覺得這個女生挺漂亮的 還有跟李英愛很像樣子 我就知道原來那是一套韓劇 她是女主角來的 但那時候看了《不要亂愛要結婚》 就馬上去了天空公園 拍了一張我的page最早期的相片 天空公園真的很漂亮 近年喜歡看的哪幾套呢 W兩個世界其實是一直都很好看的 但去到尾真的有一點可惜 還有當然不少得 我應該說過有10萬次的Signal 是我一套不停迫Watercoin看的劇 請回答1988 1988就令到我去了這個善語的fan meeting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去一個韓星的fan meeting 以上就是對我影響很大的韓劇 我是一個很喜歡跟人討論韓劇的人 看韓劇的時間 真的佔用了人生很大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 對於我來說 忙的定義就是 沒得看韓劇 每時每刻 如果吃飯有時間 我都會找來看的 但最近真的極忙 也沒有一套我真的不得不看的韓劇 所以我最近這個星期都是在經歷這個劇方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如果喜歡看多些韓國的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我的鐘 還要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我的樂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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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